當然在整個禁團令的部分 也是一個不得不的宣布 經過跨部會的討論 認為在中國大陸這一邊 並沒有就他們的同課過來 或來釋出善意 另外對於像M503的事件 還有包括弄魯斷交的事件 這些惡意的一些行為 所以我們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但是在這個跨部會的討論當中 是有三個月的時間 31號到5月31號 這段時間就是我們經過調查 這段時間是大部分他們已經成團的 這個部分是可以出去的 那我們也跟觀光署也跟他們討論過 就是說如果跨過6月份的 盡量用病團的行為 如果病團回來在這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會讓他出去 那如果在中間這樣怎麼處理 最後會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細節 我想觀光署這邊會來做一些處理 我想這部分就教觀光署跟我們理行業 做一些討論 那我們已經釋出這樣的一個善意 那現在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我們也期待這樣一個決定 求在對方 看對方接下來是怎麼做 我想說接下來如果他們的 看行為怎麼樣 我們會不會再做一個 另外一個一個因應 就要看見 讓我們來做一個決定的 或是一個決定的 我們會否選擇 再跟我們來做一個決定的 我們會去拍照